我也能够理解 特别是在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 当人民群众希望你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 耳里没有生命 所以他不得不去怀疑病毒所 在这一场疫情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那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整个病毒所 大概有多少团队 多少科研人员正在肩负着 这样一个应急科研公关的任务吗 他们现在的状态大概是什么样的 是否有人在疫情期间不幸被感染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就是病毒所的无论是离退休职工学生 还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没有一个感染 其实所里一批人员 在那个时候都没有走 所以这样才是保障 我们在整个春节期间 还是满负荷的运行 实际上现在你问有多少个团队 我都数不清楚 我都数不清楚 因为现在整个研究所的 都在为新冠来开展研究工作 只不过大家研究的方向不一样 当然我们还有主要的团队 还是在药物的开发 疫苗的研究 还有一些致病机理 当然也还有一些 有要回答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问题 包括病毒的来源 病毒的基本特性 这是我们的一个强项 还有一些做病毒的结构 还有一些做病毒所游导的 一些免疫反应等等的一些工作 所以实际上是病毒所在这一段时间 不是这一段时间 从新冠出现以来 基本上是全身心的做新冠病毒的研究工作 目前有相关的研究表明 病毒就是源于武汉 或者说是源于武汉病毒所 实际上我们很清楚 做这个研究的人很清楚 我们知道这个研究所 它是开展了哪些病毒 研究 这个研究所是怎么样管理病毒的 或者管理它的样品的 所以我们一早就说 这病毒绝对不可能 是从我们这边出来的 不可能出来 我们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我们有我们的科研行为准则 和相关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对这一点充满信心 很多报道都说 正是因为病毒所的病毒泄露 导致了这场疫情 您对此怎么看 为什么有这个谣言 一方面是因为武汉病毒所 和P4实验室深处武汉 别人那个联想 别人是联想 这种联想我觉得不可怕 但是你要想到可怕的事情 是有人是有意 要把大家的视线往这引 美国参议员Tom Colton 他很早就说了这个事情 这个病毒来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 然后美国华盛顿邮报 和另外两个记者 专门写了有关这个 关于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的一些东西 他没有任何的证据 他也没有任何的 是吧 逻辑关系去指责这 他完全是凭自己的一种 一种猜测 他会出于他的一种目的 去混淆人们的事件 去干扰我们的抗击活动 甚至是干扰我们的科技活动 我觉得在某一个程度上 他们也可以打 可能也达到他们的目的 但是我是觉得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 我作为一个科技管理者 我长期从事 是吧 生涯室生物安全管理和科研项目管理 我知道这是不可能 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相信 只要是疫情不完 特别是海外的疫情不完 那我这种怀疑 或者这种不和谐的声音 它永远会不会消失 另外还有报道认为 这一次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 是人工合成制造的产物 对此您怎么看呢 或者说我们现在目前世界范围内 是否已经掌握了这样的技术 其实这个学术刊物上 也有很多的报道 但是从我个人对病毒学的了解 如果说人工要合成这个病毒 一个是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 一些证明这个病毒 有人工合成的痕迹 第二个 有些科学家也认为 如果要人工合成这个病毒 那这个科学家的智慧 是超过了我们常人的 它的工作量 也超过了我们现在人类社会 所能够满足的工作量 所以我从来不相信 我们人类现在有智慧 合成这样一个病毒 病毒所在科研公关这一块的成果 对于世界范围内的防控和医治 提供了哪些支持 这样的阴谋论 对于国际间的合作 它会不会造成比较恶劣的影响 那我们呢 比如说按照卫教委的统一部署 是吧 作为三家指定单位 向WHO公开了我们的全景组序列 这就为世界各国开展一些 早期的一些检测方法的确定 包括mRNA疫苗的设计 就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那同时我们也积极的通 WHO 包括FAO 世界两种组织 也做了一些沟通和交流 参与了他们的一些专家会议 来汇报我们在动物疫苗 不是动物疫苗 在动物模型腌制方面 一些最新成果 因为我们 像武汉病毒所和 医科院实验动物研究所 应该是全世界最早建立 动物模型的这种研究单位 刚才说的医毛论 毕竟是很少数的人 我们科技界对这种病源 来自于什么地方 它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我们美国科技界 对我们还是很好的 我们还是很好的一些沟通和交流 我们美国科技界 也在强烈的反对这种医毛论 强烈的反对这些政治家 为了出于政治目的 而发出了某种声音 他们说这个实验室 比如说有人说这个实验室管理不好 那我们美国的 Galston实验室的主任 他就明确的说 这个实验室和我们欧洲 美国的实验室是一样的 一样的严格管理 世界上其他的一些科学家 也联合在一起 在学术抗论上发文 就是希望这个医毛论 不要伤害到我们的科学家的合作 不要影响科学家的抗议行动 我们只能说发出 我们认为正确的声音 相討的 小吴 于是 阅